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活腻了 你压的才碰瓷啊 你全家都碰瓷啊 老子只是在小船上睡了一觉 船都被你们撞乱了 现在还要我赔钱 船长 这小子肯定是故意的 就是想要骗钱 他真是碰瓷界的极品 这是用生命才碰瓷啊 把这小子给我露上来 天哪会得让我赔偿我们的损失 臭小子 不管你是什么人 今天你不赔偿我们的损失 这事绝对不会就这样算了 你们撞我 还有我赔钱 你以为呢 时间就是金钱 这么大一场的人 因为你浪费了多少时间你知道吗 刚刚出岛就被勒索 我还真够背的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把我扔下去 还真有不怕死的 小子小虎 我上了 小虎 太夸张了 太疯了 太疯了 怎么没动手啊 怎么没动手啊 是人吗 怎么没动手啊 该死 该死 这小子怎么这么争 就这 你 你做了什么 天哪 继续啊 不是要把我扔下海味鲨鱼吗 可恶 全部都上 把这小子扔下去 住手 我说唐宝森 你这做法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这样欺负一个小孩子 合适吗 刘总 你 你怎么出来了 哈哈 我这不是在跟小兄弟开开玩笑吗 哪能真让他赔钱啊 小伙子 赶紧去换身衣 别感冒了 他没了 就奔着我们一起 谢了 大家都散了吧 该干啥干啥去 怎么此人世上 有妖气 小子 叫什么名字 林修 林修是吧 虽说刘总帮你说话 不用你赔偿了 但是我们船上不养闲人 你得帮我干活才行 小四 带他去厨房 跟我来吧 那个啥 小四对吧 最近帮我说话的那个人 是什么人 你说刘总啊 那是我们滨海市刘氏集团的CEO 身价不菲 全是第一位美女金钱 对他来说 听听听 我就是想问问 我们刘总身边 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 奇怪是 嗯 我看你就是得了红眼病 见不得人家好 唉 算了 待会儿再去看看吧 爸爸 我痛 救救我 爸爸 小青 你感觉怎么样 爸 爸 我好疼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唉 刘总 不是我不想办法 实在是贵公子的病太诡异了 化疗 中医 各种手段都尝试了 根本一点办法也没有 一定有办法的 小青别怕 爸爸一定想办法治好你 陈医生 麻烦你照看一下小青 我去食堂打点洗饭来 看看他能不能吃 可怜的刘总啊 风光无限 儿子却得了这种怪品 治不好喽 不是 好 天哪 太像人 你没怎么啦 我把烦上去 你们几个外面太消气了吧 不就是吃了你们几馒头吗 至于发疯的也要追我吗 人家清楚都能吹唢你了 那是几个饭的呢 那是一样的 你可怜了 不就是两个饭吧 不吃毛 哪来的力气给你们干活 太干顶醉 打死那个鬼 行了 别闹了 不就是两龙馒头吗 多少钱我替他给了 够了吗 够了够了 算你贵周云 昨晚那够款的煮火轮 没事了 大家都吃饭吧 给我来三万粥两龙包子打包 刘总是吧 真是谢谢你了 三少这次帮了我两次 不用谢 也不是什么大事 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 看在你帮了我两次的份事 我也帮你一次好了 你 你有什么能帮我的 虽然具体是什么事情我不清楚 但是我能肯定 你身边肯定有什么不能解决的怪事发生吧 小兄弟贵姓 叫我林修就好了 不知道林兄弟是怎么看出我身边有怪事发生的 这个 说了你也不懂 你要是相信我呢 我就出手帮你一把 如果不信我呢 就算了 这小子有些奇怪 但与其让小董等死 还不如让他试试 你跟我来吧 小爷不伺候你们了 盘子里面留着自己刷吧 那 他真的会治病吗 刘总 您回来了 这位是 这位小兄弟叫林修 是来给小董看病的 这小子才跟我孙子年纪差不多大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真是诅咒 有点意思 刘总 你可不能病急乱投医啊 现在小董好歹还能调着一条命 要是骗子来捣鼓两下 后果可就不好说了 喂 大爷 你怎么就看出来我是个骗子了 你知道小董患的是什么病吗 多少专家都无可奈何 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鬼 却说能治好他 不是骗子是什么 还有 我不是你大爷 我是滨海市有名的内科专家 我都看不出来是什么病 你呢 喂 大爷 你治不好可不代表我治不好 让一让吧 你 陈医生 就让这小子试试吧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 荒唐啊 真出了什么事可别找我 我管不了 小子 算你运气好喽 你个疯子 快住手 小董 有话好好说 别激动 所以你大爷 叫报警把你这个疯子抓起来 我就说嘛 这小子肯定是骗子 还好小葱没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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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别见怪 为什么这么多专家都治不好的病 你几巴掌就能治好啊 这个是我祖传的救死扶上掌 几巴掌下去 什么一难杂掌都好了 救死扶上掌 小兄弟 小葱这病算治好了吗 我这几下不过是治标罢了 还需要治本 怎么样才能治本 需要多少钱你尽管受 在这船上也没办法治 等到了滨海市再说吧 好好好 林兄弟 我们去外面坐 哇 秀钱可真好啊 林兄弟是滨海市人 听说过幼苗孤儿院吗 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知道是知道 但那孤儿院不是几年前就没了吗 孤儿院没了 是啊 那儿的院长出车祸死了后 孤儿们就被各地的好心人领走了 孤儿院散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吧 毕竟除了妈妈外 也没人会这么好心去找鬼群活 林兄弟 你怎么了 我累了 想去休息一下 那正好 我这里还有空房 不嫌弃的话 就在我这儿休息吧 那林兄弟 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吧 我不打扰你了 妈 我活下来了 五年了 我没有死 所有的病 已经 吃好了 林兄弟 休息得还好吗 马上就到滨海市了 要不直接 白天不合适 况且我还有点事 晚上再说吧 没问题 那留个联系方式给我吧 呃 那个啥 我没有手机 没事 我送你一个 这手机和电话卡都是新的 这一万块钱 你先拿着用 不够随时给我打电话 谢了 滨海 我回来 老妈 我回来了 我的运气很好 找到了你说的那个爵士堂 我的病根也被师父治好了 您可以安心了 小偷 都好几年了 我对你的心意可是日月可见的 你就和我交往试试嘛 陈正飞 我告诉你 我又喜欢点人了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我们真的不合适 嘿嘿 小偷 你都说了五年了 你那个白马王子 我怎么就从来没见过 别骗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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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秀哥哥 林秀哥哥 真的是你吗 我是小偷啊 啊 你是小偷 你都长这么高了 是啊 你都销售五年了 我也会长大的好不 喂 我说你小偷 你找挡箭牌 至少也找一个像样一点的吧 随便找个土包子一抱 难道就是你男朋友了 本来还以为你挺纯洁 没想到居然是这种人 小偷 你送哪千来的口啊 这人就乱叫 一个讨厌的家伙 整天缠住我 非要让我做他女朋友 吼 土包子 你说谁呢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敢这样跟我说话 信不信 我找人弄死你 林秀哥哥 这个陈正妃不是一般人 不好手 算了吧 放心吧 没事 哟 还想动手 老子让你一只手都打死你信不信 哼 呃 呃 走走走走走走 要死了 要死了 以后离小偷远一点 要不然 我借你一次打你一次 懂吗 懂 懂 我错了 放我一马 滚吧 你 你给我等着 有麻烦了 这个陈正妃家里很有钱 在冰海黑白两刀都吃得很开 他要是铁了新报复 这冰海就没办法待下去了 别丧 别丧心那么多了 蔡冰海能不能待下去 他们说了不算 林秀哥哥 这些年你去了哪里呀 我担心死你了 你还记得小时候 妈妈经常跟我们讲故事的时候 说的那个仙岛吗 仙岛 你是说那个有谁先爷爷住的绝世岛吗 就是绝世岛 我在绝世岛修炼了五年 治好了身上的饼根 就回来了 林秀哥哥 我又不是五年前那个黄猫丫头了 这种谎怀疑想骗我 还不从事招来 当初有一个好心的神医 叫我可怜 就带我去帮我治病 这样你信了吗 那个神医真是个好人呢 他在哪里 我可得好好地感谢一下他 死了 看来真是好人不偿命 怎么就死了呢 我自己编出来的 怎么给你吵 院长妈妈 林秀哥哥回来了哟 他现在不像小时候那样病奄奄的了 身体辈儿吧 连陈正飞那个坏蛋都不是他的对手 你可以安息了 对了小偷 公安院关门之后 你去哪了 那时候 大家都被好心人领养了 我是被一对好心的老爷爷老奶奶带走了 我现在也住在他们家 那就好 我带你去看看孙爷爷和孙奶奶吧 他们人可好了 我跟他们提过你 要是他们知道你来了 肯定会开心的 听你的 小偷 你平时就住在这儿啊 嗯 你跟我来吧 你小偷那个死丫头呢 陈少追求他 不接受也就算了 还找个混混揍了陈少一顿 刚才陈副总就打电话给我了 让我给个解释 你说 我以后还怎么在公司活 行了 少说两句吧 人家小偷愿意和谁谈恋爱 咱们也管不着 你跟我让人个什么劲 是孙爷爷的儿子孙斌 这个家伙在陈正非老爸的手下工作 一直想让我和陈正非谈恋爱 要不然就算了吧 改天再带你来看孙爷爷吧 你们两个老不死的 非要捡个掃把心回来 我告诉你 这个家有我没他 有他为我 没事 进去看看 别发生什么意外了 哦 李小童 你个正丫头还敢回来 还把大人的小混混给带回来了 真有脸哪 看什么看 手死啊 够了 还要闹腾多久 平白让人笑话 死老头 你是不是逼得我被人家开除才开心呢 要想往上爬 就得靠自己的本事 你这脑子一天竟想先歪门邪道 有那时间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事 好好好 你们正直 要是我被开除了 可谁给你们养老 我呸 消消气 消消气 爷爷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这个逆子 每一次回来都没有好事 小童 小童 他就是你的男朋友嘛 别 别 别听兵叔下说 这是我波尔苑一起长大的哥哥 原来是青梅竹马呀 一看就是个好孩子 不错 不错 孙斌这样闹腾 还一点都不生气 真是位和蔼的老人儿 爷爷奶奶好 我叫林兄 你好 您好 小林娜 你还没吃饭吧 我给你弄点好吃的 那就多谢孙奶奶了 陈总 陈少的事情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不过那小子现在正在我爸妈家里 要不然 您找点兄弟来收拾他一下 不过 我暂时没精力对付那小子 今晚大老板要请客吃饭 请助他的宝贝儿子康复过来 还说要给我们集团高层 引荐一位神医 神医 比陈志宇还厉害 他他他他 废话 他儿子的病陈志宇看了那么久都没用 那神医花了几分钟就治好了 这么厉害 陈总 我也能去见识一下吗 想来就来吧 对了 打我儿子的那个人给我盯紧了 等有时间了 慢慢收拾他 明白 包在我身上 老爹 怎么不先收拾那个土包子给我出气呀 去巴结一个医生干嘛 你懂什么 认识这样一个神医 关键时候等于多一条命 你那点破事 有什么好着急的 黎秀哥哥 我奶奶做的可乐鸡是可好吃了 来 喜欢就多吃点 我接个电话 喂 林兄弟 在忙什么呢 没什么 在一个长辈家里吃饭 是治疗小葱的事情吗 刘总 这份文件请签字确认 没错 又得麻烦你了 而且我们集团的一些高层 也想和你结识一下 还特地组织了一场晚宴 你看 晚宴 行吧 只不过我还得带一个人一起 啊 没问题 你现在在哪里 我马上派人过去接你 行 我这就把定位发给你 孙爷 孙奶奶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点事 要带小童出去一下 去吧去吧 你们年轻人 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爷爷奶奶 这些钱你们拿着 小伙子 你这是干嘛 赶紧收回去 您收下吧 真的很感谢这些年来 你们对小童的照顾 真是个好孩子啊 林秀哥哥 你哪来那么多钱呀 小丫头骗子 哪来这么多问题呀 我都已经十八岁了 一点都不小了好不好 林秀哥哥 真是 走了走了 晚上带你去吃好吃的 您好 请问您就是林秀先生吗 是的 您是刘总那边派来的人吧 对 我是刘总的司机 您叫我老李就行了 我是专程过来 接你们两位去会场的 请快上车吧 哇 林秀哥哥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车来接你呀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哇 海天阁楼 我们今晚就是要在这里吃饭吗 是的 晚宴就在这儿举行 刘总已经把海天阁楼全包了 天呐 据说这里的价格贵得吓死人 一般人根本就吃不起 全包下来 得多少钱啊 今天是有个大老板请客 咱们才有机会来滨海最好的饭店 长长见识 真看不出来 林秀哥哥 你朋友还挺多的嘛 那是 你哥我神通广大 虽然结识了不少各路好汉 走吧 我们先进去再说 你也来了 村民 那个土包子的行踪 你可得给我看紧了 要是人不见了 后果不用我多说了吧 是 是 陈少您交代的事情 我当然不敢怠慢 等教训完那小了后 还请多在陈总面前 帮我美言两句 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陈少 话说那位神医的情况 你了解多少啊 怎么 你也有病想找他吃 那方面不行的事 我总不能跟你说吧 其实也没什么 之前听陈总说 此人医术极其高超 所以我也想顺便 结交一下 我爸说了 等会儿宴会的时候 会亲自带我去和神医聊聊 他们交集 到时候就带上你吧 谢谢陈少 谢谢陈少 他们 怎么也来了 这里好大 装修得好漂亮啊 的确还不错 颐秀哥哥 你那朋友在哪里呀 不知道 可能还用事情要忙吧 这土包子 怎么会带着小童来这里 哼 竟然敢出现在这儿 就等着在大庭广州之下颜面见尸 保安 保安在哪里 一群人都干什么吃的 怎么了陈少 出什么事情了吗 出什么事情了吗 看那边 把他们俩人带到保安科调查一下 如果属实的话 就把他们请出去吧 是 怎么 你们连我说的话都不相信 这个男的 没什么可调查的 打一顿后 直接扔出海天阁楼就行了 打 打一顿 陈少 就算他们擅闯会场 也没必要这样做吧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你要是听不明白的话 我就只能去找你们老板沟通了 明白了 大家跟我上吧 哼 黎秀哥哥 实在不行就算了吧 我们不吃好吃的了 现在就回去吧 没事 你待在我身后就行了 没人能动我们一根寒毛 哼 四鸭的嘴硬 等会你还能不能站着说话 都不一定的 小子 别怪我 今天算你运气不好 停手 你们想干什么 都疯了吗 这小子难不成是老里的亲戚 哼 一个司机的亲戚也敢这么嚣张 非得逼我把你们一起教训 听我的 给我往死里打 打出了事情 我负责 怎么办 打不打 你 你先打吧 你们打我就打 不打的是小狗 你们还愣着干嘛 赶紧给我打呀 陈正飞 你想死是吗 知道他是谁吗 不就是你亲戚吗 许许一个司机的亲戚 我要是都不敢动 这么多年岂不是白混了 我猜不管他是谁 就算他是天王老子 今天我也得让他趴下 诺总之前反复交代 千万别得罪了林先生 千万不能让林先生有一点不满意 这陈正飞是在搞什么 要是林先生生气了直接离开 那后果 你们几个 给我把陈正飞斗一顿 每人我给一万块加班费 你们疯了 敢对我动手 你们忘了 我爹是谁 别打脸 别打脸啊 林先生 消消气 发生这种事情 是我没考虑周到 都怨我 没事没事 反正这家伙已经受到教训了 小偷 嗯 咱们稍微等一会儿在这吃饭吧 先把凡人的苍蝇清理干净 嗯 老李 差不多得了 就算你是刘总身边的红人 陈少的爸爸陈副总 也不是吃素的啊 你要是把他给得罪了 你自己也麻烦 孙毕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这件事情轮不到你插嘴 嗯 行了 还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就让他继续作死呗 家人们谁懂啊 一个司机竟敢指使保安 当场暴打副总的儿子 一整个无语注了 都给我住手 你们几个在干什么 吃了雄心包子胆了吗 陈正飞他爸爸来了 这下劳李可摊上大事了 他就是陈正飞的父亲陈母 一看就不是什么擅长 还真是有欺负比有欺词 陈 陈 陈总 陈飞 没事吧 让爸看看伤得严不严重 爹 他们打我 他们几个见面就要敢打我 我还给你讨个功等 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说说吧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爱丁格罗的保安 现在都可以随意对客人动手呢 好大的官威啊 陈副总 你别为难他们 是我教他们动手的 你 你算什么东西 只不过是一个司机 居然敢打我儿子 陈副总 你先听我解释 是陈少他飞啊 解释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动手打我儿子还出一万块加班费是吧 谁帮我卸下这老东西的一条腿 这三十万就是谁的 出了事 我来顶战 不用你负任何责任 三十万 我来做 老李这人也真是 刚才都劝过他了还不听 活该 没办法 得罪陈副总的后果就是这样 老李这下算是灾了 老东西 这可不能怪我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得罪人了 林先生 几十万买一条腿 这么贵啊 我都开始有点好奇 陈副总你的一条腿会值多少钱了 这小子哪来的 身手这么好 小子 不要以为你能打就了不起 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你是得罪不起的 原话送行给你吧 这个世界上同样有着你得罪不起的人 明白了吗 全都给我住手 刘总 刘总 你来了就好 这老李勾结外人欺负我儿子 今天无论如何 你都得还我们父子一个公道啊 抱歉 林先生 我来晚了 你没出什么事吧 什么 这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啊 没什么事 只不过吃饭的心情 被几只虫子搅坏了而已 没事就好 林先生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给他一个交代 这小子到底什么身份啊 能让刘总这么重视 刘总 事情是这样的 我知道了 陈正飞 赶紧给林先生道歉 什么 刘总 明明是我被他打了 为什么还要我道歉 你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 难道不应该道歉吗 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吧 他能是谁啊 不就是老李的亲戚吗 老李的亲戚 我告诉你 这位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引荐的神医 林修先生 什么 道歉 爹 你说什么呢 我让你道歉 对不起 哇 林修哥哥现在到底有多厉害啊 既然能逼得这个狂傲无比的陈正飞道歉 怎么样 林先生 你看这事 算了算了 既然都道歉了 那就这样吧 走吧小童 咱们吃东西去 可恶 不就是会点医术吧 得意什么 今天所受的耻辱 之后我一定加倍送还 哇 哇 哇 这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啊 好吃 不好意思啊 林先生 咱们也该 我们吃的差不多了 去看看小葱吧 林先生跟我来 林先生这边请 小葱就在里面 小童 你先在这坐一会儿 我进去办点事 嗯 林修哥哥好 怎么样 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已经好多了 多亏了 林修哥哥 林兄弟 我儿子这病根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刘总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啊 小葱得的不是病 而是一种诅咒 诅 诅 诅 没错 小葱被人给下了诅咒 想要除掉病根 就得先揪出下咒的人 这 究竟是谁 林兄弟 我好像还真没有什么生死仇假 但是前几个月 的确和别人发生过一些矛盾 哦 说来听听 当时我们智慧集团和富强集团 在争一块地 我们财力雄厚 那富强集团自然是比不上 在竞牌过程中 富强集团的老总私底下掌握我 要我放弃那块地 还说如果不让给他 会让我追悔莫及 生意场上的事情 不就是这样吗 当时我也就当他说的是气话 没有太在意 那富强集团的老总 虽然没什么能力 但是狗屎运很好 做生意一路畅通无阻 短短两年 身价就上十亿了 哦 看来那人有邪修在他身边帮忙 邪修 那是什么 说了你也不懂 总之就是用邪法害人 帮助他牟利的家伙 如果没有遇到我 在小松快死的时候 那个老总就会联系你了 以救你儿子为条件 换你手上那块地 你说你愿不愿意 的确 我肯定会答应 林兄弟 你能对付那个邪修吗 放心吧 那邪修的手段很低级 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家伙罢了 那我能做些什么吗 一切如常就行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邪修会再找机会 来祸害小松 到时 我自然会帮你收拾它 张总 人家看上了那个LA的包包 你什么时候买给人家呀 好说好说 还是张总好 今晚人家想去海天阁楼吃饭 谁呀 不知道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吗 张总 是我 你先出去吧 我要谈点事情 嗯 好嘛 亲爱的 等你哦 好了 进来吧 张总 那个诅咒失效了 刘志辉的儿子 应该是被高人给救了 什么 你不是说好会万无一世的吗 张总 一块地而已 要不就算了吧 算了 我可咽不下这口气 老鬼头 我表舅让你来帮我 你就是这样帮他 张总 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你还想怎么样 那块地我必须拿到 墓地达到钱绝不罢休 你再去下个咒什么的吧 别担心 只要这件事情办好了 你想求我表舅的事情 我肯定去帮你说话 好 但你要是实验的话 我第一个就杀了地 就你这熊样 我倒要看看谁杀谁 林兄弟 这都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 你说的那个邪修 还会不会来啊 说草操草操草操就到 啊 什么 已经来了 安静 刁虫小技也敢拿来扳门弄体 陪我护 我 入 入道境界的强政 怎么可能 怎么办 要再试一次吗 不 不行 若真是入道境界强政 我根本还无胜算 先撤退 再重尝记忆吧 哼 还想逃 什么 给我站住 小 小的只是路过罢了 这位大人 有何吩咐 这就是师父所说的邪修吗 独魔很怪 心妖作孽的邪修 就这 喂 我说老头 我找你究竟有什么事情 你自己心里没点输吗 这小鬼 十八九岁就打到了入道境界 恐怕是那个大门派的少爷 怎么会插上这种小石经呢 大人饶命啊 小的也只不过是奉命行事 你的确是在帮富贵集团的张总做事 没错吧 大人火眼金睛 大人明察就好 那就怪了 据我所知 像你这样帮商人做事的邪道中人 都是被当成活神仙一样共证 你若是不想做 那张富贵还敢逼你不着 哎 大人您有所不知啊 我帮张富贵做事 是因为他背后的人 我根本舍不及 哦 他背后的人 那又是谁啊 这个 是 他 他是 大人您就别逼我了 我如果把他给供出来了 回去之后必死无疑啊 哦 求你饶过小人这一次吧 小人以后 毕竟细心革面 再也不敢做这种事了 少你一命 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你当着我的面自断一闭 毁掉丹田就行 大人 这 这是否 怎么 不舍得 你自己不愿意动手 是想让我亲自来咯 哦 怎么样 林兄弟 事情已经全部解决了吗 放心吧 那人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写法罢了 在我面前 可掀不起什么疯了 太好了 小葱 还不赶紧谢谢林修哥哥 谢谢林修哥哥 林修哥哥可真厉害啊 不用谢不用谢 举手是老爸了 应该的 对了刘总 我今晚可以住在这间酒店吗 时间好像有些晚了 早就安排好了 林兄弟跟我来 棺杀入道间已经三年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进一步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可能得想一些其他办法提升修为了 还有师父说过的那位师兄 我现在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该怎么去找他呢 算了 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 还是先见下青狼好好修炼吧 都市里可是隐藏着很多高手的 你说你被一个十八九岁的小鬼给废了修为 是啊 王道札 那刘志辉请了高人相助 我真的不是他的对手 王道札 这事是因你而起 你可得给我报仇啊 可惜了 被人废了修为 留着你还有什么用 叫什么叫 别害怕 赶紧去陪王道长喝喝酒聊聊天 我来找人收拾尸体 不会有什么事的 王 王道长 这就对了嘛 张总 你就放心吧 那个人 我会替你解决的 那就多谢王道长了 我也可以向你承诺 只要你帮我解决了这件事 金钱豪宅 香车美女 这些东西 要多少 有多少 还是你懂我 那接下来的日子 要要承蒙张总多多关照咯 大懒猪 太阳都晒屁股了 还不赶紧起 小童啊 现在几点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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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的时候 怎么不把睡衣给撞好呀 再也不理你了 这个风鸭丫头 自己乱闯 我房间还发脾气 好了小童 你吃了没 要不咱们一起去吃个早饭 小童啊 你的脸怎么红得跟猴屁股一样 有什么好笑的 谁叫你不把睡衣给穿好的 你这个风鸭丫头 再这样下去 以后谁还敢娶你啊 我才不怕呢 真要是嫁不出去 我就赖你一辈子了 说什么傻话呢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我昨晚不是说了要带你出去玩吗 当然得早起了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那你要带我去哪儿玩 先保密 你乖乖跟着我来就好了 小童 你说的地方就是游乐场 是啊 你小时候不是一直想来这儿玩一次吗 那 那都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 现在我 林修哥哥 你就赶紧跟我来吧 林修哥哥你要吃吗 分你一口 不用了 我不喜欢吃甜的 你多吃点吧 那 那不是张颖吗 他怎么也在这里啊 张颖 这边这边 这边这边 你小童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当然是来换了骨玩的呀 咱们毕业后真是有段时间没见了 你来玩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 是啊 咱们真得找个时间好好聚聚了 对了 你旁边这位 是你叔叔吗 小童 别乱说 那肯定不是人家的叔叔 还没来得及介绍呢 这位是我的男朋友 李洁 男朋友 小童 真不好意思 我们俩还有点事情 咱们下次再一起玩吧 没什么重要的事 小羊 这位姑娘是你同学吗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呀 杰 杰哥 其实我跟他不是很熟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没事没事 不熟有什么关系 大家相互接触一下 不就熟了吗 小妹妹 你是叫小童 对吧 林秀哥哥 哥们儿 麻烦你放尊重点 别对人家女孩子 随便动手动脚 你算了什么东西啊 敢管我李洁的事情 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 今天还就不尊重他了 你能怎么着 你们这些流氓 怎么跟蟑螂一样 永远都收拾不干净 你 你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吗 教训一个人渣罢了 有什么不可以吗 杰哥 你没什么事吧 有没有伤到哪里 快走 快走 举人敢动手打我 很好 你小子算是个有种的 老二 给我把人全部带回来 就再欢乐国 对 把家伙都带上 你很能打吗 能打有个屁用呢 我今天就要看看你一个人能打几个 杰哥 要不这事就算了吧 反正你也没受什么伤 我们赶紧走吧 就当给我个面子 你还真以为自己有多金贵了 还给你面子 你有什么面子 李姐 你 你别以为跟我在一起了 就能有什么能耐 我身边像你这样的女人多了去了 只要我喊一声 就会呱呱呱滚过来 听懂了吗 贱人 你这个人渣 混蛋 还不赶紧住手 喜欢打脸是吧 正好 我也挺喜欢的 想不想再来几下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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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老大 你这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赶紧去处理一下吧 小童 你带着你同学退后一点 这群家伙都带着武器 小心别伤到了 灵修哥哥 他们那么多人 你自己也要小心啊 放心吧 臭小大 你再继续狂啊 你说你喜欢打脸是吧 来来来 我脸就在这里 你再打一次给我看看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待会可别后悔了 老大 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想死是吧 成 哥哥几个今天就成全你 给我臭家伙 哎呀妈呀 怎么了 一起上啊 你们是想一个个跟我单挑吗 算了 随你们便吧 反正今天你们一个都逃不掉 施主 手下留情 得饶人处 且饶人 放他们一马吧 他们已经得到该有的教训了 六品僧人怎么会在这里 大师放假的时候 也喜欢来欢乐谷玩吗 贫僧法号一静 只是恰好路过此地 听到有人喊叫罢了 大师 我和你素不相识 你真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就让我放过他们 阿弥陀佛 施主此言诧异 正所谓多众善因 少及恶果 这些人已经受了不小的伤 你又何必落井下石呢 哼 这群家伙欺难罢你 我不教训得狠一些 他们之后会安分熟悉吗 那施主的意思 就是要一意孤行了 恕我直言 你还是少敢闲事为好 就你这六品修为 我真的看不上瘾 阿弥陀佛 既然如此 贫僧就要领教下 阁下的高招了 哼 大师 您是没吃饭吗 这么小的力气 你 你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 我不是说了吗 阁下的六品修为 我真的看不上瘾 还不快走 谢谢大师 小偷 我们走吧 嗯 张颖 我们送你回家 怎么样 至少也是六品层次嘛 能如此轻松的打败我 你说呢 王道长 这家伙不好惹啊 哼 就算他真是五品修为 我也不怕 这次谢谢你了 唉 善哉 善哉 李小哥哥 你好厉害啊 那么多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呢 还行 还行 至少保护你不是什么问题 张颖 你怎么了 教训了那个李杰 你不高兴吗 她的死活 我才不管呢 只是 只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爸妈的命该怎么办呢 啊 说说阿姨他们怎么了 为什么会有生命危险 胃癌晚期 如果不做化疗 根本就充不过几天的时间 我需要钱 我需要钱来救他们 哦 原来她是因为需要钱 才跟那个李杰交往的嘛 真是个可怜的姑娘 你 你别急 我这里还有些钱 你先拿去 如果不够 我们再慢慢想办法 小童 你从小生活无忧 什么都不懂 这些钱 根本就不够 只有李杰才能给我足够的钱 让我去救爸妈 你带我去看看吧 说不定我有办法 能够治好你爸妈的晚期 你 你拿什么治 那可是癌症啊 你以为是什么小感冒吗 唉 我看你是小童的朋友 才想叔叔帮你一把的 如果你信 就带我过去 如果不信 那就算了 张颖 李秀哥哥很厉害的 以前他跟一个神医学过 他要是肯帮你 一定可以治好叔叔阿姨的病 好 如果你真的能救我爸妈 我愿意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小丽 那两个癌症晚期的病人 还没有缴费吗 还没呢唐主任 但是他们的女儿保证了 今晚一定带钱过来 小丽啊 你还没看明白吗 他们要是有钱 早就缴了 还用得着等到现在 那主任您的意思是 马上就中午了 叫保安过来 把人送出去 没钱就别站着床位了 啊 赶紧去叫保安吧 等会儿陈志宇先生 就要过来讲课了 要是让他给看到了 影响可不好 真的要这样做吗 哎呀 这是主任的意思 我们也只能照办 快住手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过分了吧 来病房把边缘管子是什么意思 想要他们的命吗 病 病人家属一直没有交钱 主任下了命令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钱 钱哪里比得上人命重要 医院又不是慈善机构 不交钱 我们怎么帮他们治病 你就是这里的主任是吧 对啊 就是我 你还有一点一德吗 就这么把病人赶出去 跟杀了他们有什么区别 我不过是按规矩办事吧 如果给你们开吼 就是对其他患者的不公平 真是扯淡 我可没听说 哪家医院的规矩是 直接拔病人管子 我们会交钱的 我们现在就交 那就赶紧去把钱交了 不就得了 在这磨磨唧唧的干嘛呢 等等 给你们交了钱 你就能保证治好他们吗 一个劲的催病人家属交钱 起码也得先把治疗情况 交代一下吧 我说小伙子 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他们得的什么病 你还不知道是吗 胃癌晚期 不是吗 你出去问问 哪家医院能把胃癌晚期给治好 我能让他们多活两天 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就奇怪了 你又不能治好他们 为什么还要一直催着他们 给你送钱 看来你这主任人品和水平 都不太行嘛 你这家伙 我已来我这里找茬的是吧 不 我是专门来治病的 因为我可以治好他们的病 小伙子 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怎么 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我可没时间陪你胡闹 你们有钱就快去交钱 没钱就立马滚蛋 陈先生 这里就是我们的住院部了 上个月刚刚更新了几种设施 您看看 嗯 条件还可以 后续可以考虑添加一些进口设备 是啊 是啊 陈医生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陈 陈先生您好 我叫唐伟 是这里的主任医师 欢迎您来到我院 历历之岛 神医 求您快救救我爸妈吧 喂 你干什么 别在这撒野 这 小姑娘 你别这样 赶紧起来吧 保安 保安哪 你们干什么吃的 还不赶紧把他给拉走 唐伟 这是怎么回事 病人家属怎么闹到这里来了 小姑娘 你先起来 咱们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医生 我爸妈他们 还 还是我来说吧 陈医生 这位小姑娘的父母 已经被癌晚期了 医院这边 也是在全力救治 原来如此 医者奉务心 无论能不能治好 我们医院都不能轻易 放弃任何一名患者 是 是 可 可是 他刚才还在说 如果不交钱 就把我爸妈给赶出去 我并不是不交钱 只是想稍微晚两天 什么 真的是这样吗 这 其实我 杭主任 到底是怎么回事 赶紧说清楚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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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的事情 是他误会了 我怎么可能做出那样不近人情的事呢 究竟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清楚就行 先带我去看看病人的状况吧 他 他们就在里面 林 林小兄弟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章银是我妹妹的朋友 我们跟他一起来看看他爸妈 林修 你和陈神医认识 之前咱们都没听你说过 别别别 在林小兄弟面前 我可探不起神医的名号 陈医生 你是在开玩笑吗 我开玩笑干什么 刘总家的孩子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是他给治好的 真的假的 咱们滨海市 还有这么年轻的神医啊 你说有办法治好我爸妈 原来是真的 哼 我不是一早就告诉过你了吗 是你自己不信 林小兄弟 胃癌可不是什么不知名的怪兵 这东西你都能治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病人都已经深度昏迷很久了 情况就是这样 不知林小兄弟打算用什么方法治 就用咱们最传统的方法 针灸 简直是胡闹 针灸怎么能治胃癌 安静 别打扰他 林小兄弟 您请 病人 居然这么容易就恢复知觉了 这怎么可能 爸 爸 你感觉怎么样 你感觉怎么样 小营 爸感觉不痛了 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这位林小兄弟才是真正的神医 林小兄弟 嗯 不知你有没有收徒的打算 你 都一把年纪了 不会很想把我这个小辈为师吧 嘿嘿嘿 正所谓学无先后打者为师嘛 呃呃呃 抱抱歉啊 我的医术不能外传 我答应过我师父的 呃 这样啊 真是太遗憾了 那不知道 你能不能在我们医院当一名特药专家 啊 你想让我来你们这里上班啊 呃 不不不不 就是当遇到特殊情况时 你能来一趟就行 当然 我们医院会给你丰厚的报仇 嗯 听上去还不错 让我考虑一下 林小兄弟慢走 我等着你的答复 好的 唉 没能让他大应殊途 真是可惜了呀 都已经中午了 想吃点什么 我想吃面 我知道附近有家味道很棒的面馆 我带你去 齐慢面馆 嗯 这家可是上过人生一面呢 你来点的吧 我先去个洗手间 好 那你快去快回哦 七品修饰 怎么会在这种地方遇到 你就是林修对吧 嗯 嗯 我找你有点事情 嗯 给我站住 我跟你说话你听不到吗 哈 我跟你很熟吗 大叔 今天到底什么日子 碰完河山要碰个道士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嘿嘿 兄台不必紧张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在下是道蒙的王云 来这里 只是想和兄台交个朋友 不知兄台能否下个脸 哦 你是道蒙的人 记得在爵士堂的时候 师父曾经说过修炼节的局势 总共分为道 佛 药 魔 鬼 血 六道 其中势力最大的 就是这道蒙 除了几个隐士不出的古老家族外 所有道家的修士基本上都归道蒙管理 哼 看来你是知道我们道蒙的 那就好办了 明人不说暗话 兄台你就是在刘志辉身边帮忙的人对吧 你就是那个张富贵身后的人 不对啊 那老鬼头至于这么怕你吗 嗯 兄台见笑了 那老鬼头畏惧的人的确不是我 而是我们的执事大人 小兄弟 听老哥一句劝 不该管的事情就别管 会给自己惹火烧身的 一个七品道士就敢来威胁我了 嗯 那就是不给面子咯 我想管什么事情 还轮不到你来指挥 哼 一个六品修士 居然敢这样不把我道蒙放在眼里 还真以为有点天赋就无法无天了 李修哥哥 我们下午去哪里玩啊 啊 下午就先不去玩了 我想试试 能不能查到当初收养陈建宇 李寒秋和汪洋的人家 一转眼都五年过去了 还真是很想他们 不看看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实在是放不下心 嗯 那我陪你一起去 嗯 没想到 连派出所都没有记录 那时候 他们到底是被什么人给领养走了 没办法 那时候大家都还小 根本就不懂得留联系方式 唉 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啊 李修哥哥 我想到一个人 嗯 曾晋吉 就住在这里吗 的确是这里面 反正 派出所那边查到的是这样 臭小子 别跑 站住 再跑我就打断你的腿 快让开 快让开 小心 给我站住 这平民区还真像他们说的那样 鱼龙混杂乱得很 啊 话说 刚才跑过去的那个胖子 好像就是曾晋吉 唉 你应该认错人了吧 曾晋吉可是出了名的寿子 可是 他没线的那颗痣 真的跟曾晋吉一模一样啊 哦 是啊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帮帮他 嗯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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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怎么是个死胡同啊 唉 唉 我说几位哥们儿 你们累不累啊 都追了我几天了 有意思吗 曾晋吉 我父老大 已经没耐心再等下去了 要还钱 要么我就要了你的命 我又没欠你们钱 找我干嘛呀 谁欠你们钱找谁去啊 负债子还 天经地义 你少跟我们说这些没用吧 我离开幼儿园后 被养父收养 但是他终日酗酒 心情只要一不好 就对我进行一通打骂 完全不像一个父亲的所措所为 后来 因为喝酒过多突然猝死 留下了一屁股烂肠 这就是我对于他 最后的回忆了 唉 莫出钱来酸你们本事 行 要是让我搜到了 有你好看 还 还真是一分钱都没有啊 这臭小子的兜比他脸还干净 白跑了这么远的路 我们走 别高兴的太早 下次我可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 都说没钱了你们还要怎么样 嘿嘿嘿 崔少子 你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你是 林 林兄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死了吗 啊 你听谁说的 少子这里咒我了 你一死我都死不了 行了行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等会儿你在我后面跟着 别和我走一起 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行 当了 你们快进去吧 真是的 搞那么神秘干嘛 嗯 嘿嘿嘿嘿 我 嘿嘿嘿 没想到小童也来了 小丫头都长这么漂亮了 飞 你咋变得这么胖了 差点都没认出你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吃得那么差还就是长肉 那个混蛋继父除了给我留下一屁股债外 唯一剩下的东西也就是这个了 抱歉哈 也没什么东西好招待你们 没事 等会我们请你吃饭 别别别 我可不想连累你们 还是算了吧 你到底欠了人家多少钱啊 原来那些人是追债的 利滚利 现在少说也有十来万了吧 反正我烂名一条 没钱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我问的是本金 欠多少 两千来块吧 都是我那酒鬼养父买酒欠的 等会我想办法帮你还了吧 整天被人追债也不是个事 你发达了 十万块你都拿得出来 谁说要给十万了 我只还本金 你别犯傻了 要是只能还本金 我早就还上了 曾经姐 灵修哥哥现在可能打了 一个人打七八个都不成问题 就这小声板 估计连我都打不过吧 放心 等会你带我去找他们就行了 等了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这来的 派出所呀 有你被离养时登记的地址 我想来问问 你知不知道陈建宇 李寒秋和汪洋他们三人 是被谁离养走的 派出所没有他们的资料 陈建宇他们吗 时间太久了 我能想起来的也不多 只记得当初来接他们的车 都是豪车 那他们是一起的 还是分开的 分开的 上的不同的车 当时我们这里 根本没什么有钱人 三辆猴车一起出现 算得上是奇观了 为什么我没有印象呢 你 你在里面的屋子 一个劲地哭呢 我想起来了 当时是真的很伤心嘛 你还记得更具体一些的东西吗 比如说车牌号之类的 当时谁会注意那个 至于其他的嘛 我想起来了 有一个车上的人 全都是光头 光头 对 我也就记得这么多了 知道了 谢谢你啊 曾俊杰 瞧你说的 都是自家兄弟 那么见外干啥 也对 那就别见外了 先带我去你债主那里 帮你把债的事情 弄好了再说 你 你小子不会是认真的吧 博仔 你确定有人去了 曾俊杰那个小子的家里 诶 杰哥 我亲眼所见 一男一女 穿得人母狗样的 一看就有钱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我还以为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没想到你来真的 张静杰 张静杰 给老子盖住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这些家伙就是你的战主 是啊 真想完了 是我连累了你们 快跑 跑什么呀 这么怕我 兄弟 这都是误会 之前那个女孩 我真不知道是你女朋友 不然借我十个套我也不敢啊 过去的事情就算了 我只想跟你算一下 我朋友欠了你多少钱 原来曾俊杰是你朋友啊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曾俊杰 你怎么不早说呀 行了行了 别套近乎了 你就说欠你多少钱 怎么回事 我明明记得曾俊杰兄弟的钱 已经还清了 你们怎么做事的 抱歉抱歉 是我记错了 我的问题 不好意思啊 林兄弟 打扰你了 我们这就走 你们继续聊 我不是在做梦吧 放心 你们要做梦 好好啊 你们要啊 王道长 这里的妹子够劲吗 我喜欢那个 把她叫过来 喂 你过来陪王道长 道长好 来 坐着 真乖 你可得好好陪陪我呀 是 王道长 王道长 那林修的事 放心 我会对付她的 其实 我有个主意 说说看 干杯 好久没有这么放松的喝酒了 谢谢你啊 林兄 客气什么 都是兄弟 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好像在一个月前看到过汪洋 你怎么不早说 在哪儿 我也是才想起来 就在孤儿院遗址那里 现在改成了一个公园了 况且我也不确定 那到底是不是汪洋 你细说 当时我在公园那边闲逛 看见一个穿着僧袍的和尚 长得很像汪洋 和尚 我本来想去问问的 但他走进了一条小巷就不见了 就汪洋那个色眯眯的家伙 能去做和尚就怪了 是啊 那家伙八岁的时候 就混进隔壁的女草堂偷看了 你大概是认错了 他就算当了和尚 那也是花和尚 林秀哥哥 你一会儿去哪儿 我先把你送回去 然后就回酒店 我直接去你那里吧 反正爷爷奶奶回老家了 今晚就我一个人 行吧 道长 还在外面呢 没事 王道长 曾经杰回来了 稍等我一下 嗯 林秀啊林秀 既然你不识相 那就别怪我了 黎秀哥哥 你还在打游戏啊 我的立场 真是的 一个人玩有什么意思啊 小童你 别玩了 咱们一起找个电影看吧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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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丫头真是的 自己体育要看电影 结果才看了半个小时 就睡着了 嗯 睡不下了 林先生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 啊 没关系 反正我还没睡呢 有什么事情吗 啊 其实我是来感谢你的帮忙的 这张卡你收下吧 啊 谢谢 我正好缺钱 也就不跟你客气了 这里面有多少啊 啊 没多少 就是希望林先生 能再保护保护小葱 一百万 你就先拿着花 哎 一 一百万 这也太多了吧 别这么说 林先生 你可是救了小葱的命 你的本事 值这个价钱 那好吧 我这段时间都住酒店 会保护好小葱的 那就谢谢林先生了 啊 对了 我还有件事情 想要请你帮忙 林先生请讲 哎 我想去省城上大学 你可以帮我搞定吗 放心吧 这点事交给我就好 那我就不打扰林先生了 你早点休息 手术 打车吗 小伙子 这么晚了去哪啊 古山 什么 古山 你真要去那鬼地方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嗯 姐弟的情况 我也不是太清楚 只不过从三年前开始 古山周围就拉起了警戒线 不准任何人上山 就我听到的小道小许说 那山上在闹鬼 哎 闹鬼 我记得古山是滨海 最大的一个历史营幕 有军魂存在 一般鬼怪 岂敢在那里作祟 难道 是鬼兄 小兄弟 你别以为我骗你 以前我有个同事 就拉了一对小情侣到古山去 约定好第二天早上就接他们回来 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们两个都没回来 对吧 没错 我那同事等到中午都没见到人 只能报警了 据说整个滨海的警力都出动了 找了整整两天 结果找到是 那两人的尸体都已经硬了 眼神满是惊恐 没事 我知道了 赶紧带我过去吧 哎呀 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惧鬼神 真是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 小胜利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放心 您赶紧回去吧 喂 张执事 事情已经办好了 很好 不惜一切代价 也得给我侄儿把路铺好 没问题 这个灵修仗着自己有点道行 就目中无人 此不足惜 一定要确保万物一时 张执事您就放心吧 你事情办得不错 以后有机会我把你调到省城来 谢谢张执事提拔 这是 没感觉到阴气 只有入道级别的鬼秀 我才无法感觉到它的阴气 难道 得赶紧找到曾经杰才行 谢谢啊 曾经杰 你没事吧 灵修 你怎么来了 赶紧走 这里有鬼 别急 等我先放你下来再说 好了好了 咱们赶紧跑吧 这里真的有鬼 行了 别演了 马上滚出我朋友的身体 你 可以啊你小子 居然能够发现我的存在 去死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只是来救我朋友的 对你没有恶意 救你朋友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救 救命 解经号 这里以前是烈士陵园吧 难怪有这么多君怀 不过 那是什么 诸位 这座城堡谁盖的 关你什么事 我们保卫家园牺牲 却换来这样的下场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是啊 洋鬼子说这里风景好 那些贪官就卖给他了 真是可恶 原来如此 不过 你们在这里害人 并没有异样 还不如早日去投胎 你懂什么 我们根本走不了 不应该啊 为什么会走不了啊 那城堡里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 我们就是被那鬼东西 镇压在这里的 什么东西 你们进去看了吗 我们早就想进去看看 但是每次一到门口 就有一股力量 阻止我们进去 这就奇怪了 我帮你们去看看 有什么东西 在阻止你们投胎吧 我们能相信你吗 啊 除了相信我 你们还有什么选择吗 帮我看好我朋友 别乱来 我相信你们 能感受到我的实力 去 好冷啊 这里也太古怪了吧 愿望里越冷了 一定有什么东西在 在这下面吗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东西 能影响入道境的心境 啊 这 这是 冰灵鬼火 万万没想到 在这个古堡之中 居然有这种生活 运气真好 只要吸收了它 我的雷火绝威力 就可以大涨 还可以救下那群军魂 神埋于黑暗地底的 冰灵鬼火 无以雷火绝之名 照如晴来 莫敢不从 不要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呀 是你在说话 当然是我啦 想不到 这冰灵鬼火 居然开启了灵智 嘿嘿 怕了 怕了 我赶紧放开本磕 忍然鬼就三分钟灭了你 臭小子 你找死不走 苏氏老虎还在全生时期 吹口气就能变了你 你信不信 那你试试 不信是吧 严肃地告诉你 你太伤事了 大伤 放我出去 不要这么推我 啊 痛痛痛痛痛痛 大人别杀我 大人别杀我 别杀我 别杀我 刚才不是嚣张得很啊 还说要灭了吧 现在究竟是谁 贪神大事了 哎呦 你住住我这贱嘴 你大人有大量 就帮过我一把吧 你觉得 我有可能留下你这么一颗定时炸弹吗 疼疼疼疼疼疼疼 疼疼疼 实际上我并不是瀕临鬼火的火灵 不是火灵 大人 你别不信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呀 你不是瀕临鬼火的火灵 还能是什么 我 我是 我是谁你就别管了 你只要知道 我对你没有恶意就好了 得 猜你的智商也编不出什么好理由来 只要你不杀我 我愿意认你为主 这样你就不用再见 我会对你下野手了 哦 这倒是可以 圣主法咒 是一种缺力主仆关系用的特殊法咒 一旦打下该法咒 仆人的死活 皆在主人的一念之间 不过 必须双方自愿才能签订成功 走吧 师父啊 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我认一个普通人类小子为主 我这张好脸跟我哪里搁呀 哼 也罢 我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与脸皮什么 无所谓 好嘞 老大你慢点 我在前面开路 以后你就是我老大 谁敢和你作顿 你第一个撕了他 嗯 那以后我就叫你小兵吧 好好 我看你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 你们 小兄弟 谢谢你 各位朋友 一路走好 不好意思啊 连累你了兄弟 你好好休息 接下来 就交给我吧 那些三番五次对我身边人出手的家伙 别怪我不客气了 小兵同学 我在 你之前说你是什么来历来着 这个呢 老大 你还是不知道的 对你没有好处的 哦 那我还留着你干嘛 不不不 我对你有大多用 我可以帮你找到生活 哟 你还有这能力 嘿嘿 是啊 只要我周围的方圆百里内出现生活 我都可以感知到 方圆百里 足够了 林先生 时间差不多了 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个张富强一定会去的 是吧 嗯 他就是为了那块地 才一直跟我作对的 他一定会去 好 我知道了 今天这场拍卖会 滨海很多大人物都会来呀 你们看那边 是著名的企业家刘志辉 等等 那位难道是 哼 没想到 省城白家的人也来了 跟在他身后的那个男人 看样子是个高手啊 他们来这儿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们尽量低调 别去招惹他们 了解 张总 您来了 这边请 哟 还挺漂亮的吧 嘿嘿嘿 啊 啊 带路吧 多谢张总赏赐 哼 哼 他 他怎么还活着 王岚长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别担心 这次我请了人 这小的必死无疑 哼 怎么了 林兄弟 无品邪凶 有意思 我们赶紧进去吧 这里 不是动手的地方 哼 这小子 何成辉 感觉怎么样 这个家伙的实力可不弱啊 有把握宰了他吗 不太好说 情况和我预想的有些差别 不至于吧 你的修为不是已经达到无品了吗 难道连一个矛头小子都对付不了 如果他的实力只是个六品 那确实没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看来 他一点都不比我弱 什么 你的意思是 他在这个年间 就已经达到了无品修为 啊 但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就算他真是无品修为 在我手里也是死路一条 的确 你最擅长的可是暗杀 不管怎么样 只要解决掉这个小子 说好的报酬立刻就会给你兑现 那个张富贵的背后 真的是道蒙的人吗 怎么来的全是一些乱七八糟的邪修啊 林兄弟 刚才那个家伙 对付起来很麻烦吗 不不不 没什么麻烦的 你放心就好了 刘和 刘总您来了 来来来来 这边坐 这边坐 这个干溜子一样的家伙 是谁啊 熟人吗 他叫郑健 是张富贵手下的一个马匹精 这种级别的人 叫我跟他坐在一起 是想要羞辱我 别理他就行了 什么东西 还真以为自己现在有多厉害了 老板 那个家伙就是刘志辉吗 这就是他 奇怪了 像他这么有钱的人 怎么出门连个保镖都不带 是吗 这傻子还真不带保镖啊 走 跟我过去 刘总啊 我说你 哎哟 你这臭小鬼 敢笨我 找死 郑健 会不会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 刘总 我好端端的走着道 你带来的这个小朋友 突然伴了我一下 是怎么个意思啊 难道当我郑某人 是好欺负的吗 嗯 郑健 看来你现在翅膀硬了 真以为有张富贵 在你背后撑腰 我就不敢动你 刘总 看你这话说的 人家又没犯错 好端端的被你的人 犯了一下 你总得给人一个说法 对吧 你们 喂 我说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伴你了 大伙眼睛都看着呢 你一个小跟班 也敢在我这狡辩 我告诉你 今天这事 你必须给我个说法 你真想死你 哼 我只要想伴你 你就不可能 还在这里站着 明白了吗 刘总 您的这位手下 似乎有点过分了吧 这位是我的贵宾 不是我的手下 你的狗在乱废 他帮你教训一下而已 我不管他是谁 扳了我证件 就休想完整地走出这里 证件 我警告你别乱来 真不好意思 扳你并不是因为 看你好欺负 只是因为你这人行为 太贱了 怎么 有意见吗 铁头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是 老板 怎么样 小子 如果你现在跪下来道歉 我可以考虑考虑原谅你 你现在跪下来道歉 我也可以选择原谅你 找死 铁头 给我斗手 收到 证件 你可真有风度 带着个雇佣兵 欺负一个小孩子 有意思吗 白小姐 给我个面子 放过这个小朋友一马吧 这么大个人 何必跟一个小孩子置气 既 既然白小姐开口了 那这个面子 我这某人必须给啊 小子 今天我就放你一马 别让我再看见你 郑先生 你怎么又摔倒了 这次可不是我办的 你 白小姐 这可不能怪我不给你面子 哎 铁头 给我废他一条腿 收到 这小团了 铁头这家伙 可是雇佣兵 有很丰富的实战经验 活该 谁让他不失好歹 三番五次地招惹郑总呢 这小子 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 飞一条腿是吧 我的腿 我的腿 这就是你跟我吹嘘的当过元首保镖的实力 看来这铁头就是一个花架子 可不是吗 还给元首当保镖呢 保护的是暗黑元首吧 雷叔 这个铁头真的就只是个花架子吗 虽说当没当过元首保镖不清楚 但这个铁头肯定不能算是花架子 一般普通人就是七八个 也进不了他的身 雷叔 那你可以这么轻松地打败他吗 如果是我出手 应该还能再快一点 你 你 你想干什么 想当场谋杀吗 你说呢 别 别这样 放过我吧 你想要多少钱都行 我的腿 我的腿 老大 你得帮我报仇啊老大 张总 这里不是动手的地方 静点 送他去医院 小兄弟不懂事 张总这么大度的人肯定不会计较的 来 这边坐 刘总 有点过分了 张总 哪比得上你啊 诸位 欢迎大家来到本次拍卖会 我是主持人 小刚 首先 是今天的第一件拍卖品 200年前的红彩龙文如燕尔葫芦瓶 起拍价 3000万 我出3500万 据说刘指挥通过收藏古董赚了很多 这次一定不会让你轻易得逞 4000万 4500万 5000万 5500万 6000万 张总 你还得留着钱买那块地啊 别慌 我就是想要他大出血 后面他在交价的时候 我们就让给他了 张总 原来你也喜欢玩古董啊 那这次就让给你吧 6000万一次 你敢耍我 你给我等着 6000万两次 6000万三次 恭喜张总获得本次拍卖会的第一件宝贝 接下来 我们要拍的宝贝是这个 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你还拿来拍卖 别着急 各位 请看 大家也看到了 这箱子的坚硬程度很不寻常 我们试了很多方法都打不开 经过商议 就得将他拿来拍卖 起拍价一百万 老大 那里面有好东西 拍一下他 里面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的感觉告诉我 里面绝对有宝贝 可是我哪来那么多钱 嗯 怎么了林兄弟 想要这东西吗 嗯 刘总 你先借我点钱 以后我会还你的 说这话干嘛 我送你 一百五十万 刘总出价一百五十万 还有更高的吗 张总 那个刘志辉又耍什么花样 还想骗我一次 没门 一百五十万一次 一百五十万两次 一百五十万三次 恭喜刘总 这东西八成没什么用 买了也是浪费 这刘志辉怎么这么没眼光 不管他了 看看接下来有什么值得我们出手的吧 多谢刘总了 真不好意思啊 又让你破费 客气什么 你对小葱的救命之恩 不是几百万就可以回报的 啊 你放心 以后要是有什么事 我灵修一定尽全力帮忙 那以后还要继续劳烦灵兄弟多多照顾了 哈哈哈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项目了 市区的那块板地 嘿嘿 谁都不知道 那块地灵气聚集 对以后的修炼大有帮助 我一定要得到 那么现在正式开始拍卖 起拍价五千万 我们还剩多少钱 还有一亿三千万左右 一亿 哇我们张总直接加价到一个亿 还有比他更高的吗 一亿一千万 一亿两千万 刘志辉你休想跟我抢 继续抢下去的话 钱会周转不过来的 两个亿 白小姐出价两个亿 还有更高的吗 小姐 贸然出手买下这块地 会不会有什么不妥啊 放心吧 这块地地断不错 买下来总归不会亏的 两亿一次 可恶啊 白家居然出手了 难不成他们也知道这块地的秘密 两亿两次 都怪那刘志辉 不然我还有点钱可以拼下的 两亿三次 恭喜白小姐 真是倒了血霉 咱们走 刘总 咱们也出去吧 有些恩怨是时候了结一下了 嗯 对了雷叔 你去查一下刘志辉身边那个少年的底细 这个小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事 如果可以的话招揽到白家培养一番 说不定以后的成就会在我之上 成就在你之上 应该不可能吧 小姐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这个世界上比我强的人还有很多 哼 有意思 走吧 咱们也该回去了 这次花了两亿 还是得跟爸爸汇报一下 啊 哦 之前还发愁怎么把这小子引到何成灰埋伏的地方 这下省事了 自己送上门 有种就跟我来 林兄弟 之前跟他在一起的那个黑衣人不见了 你要小心啊 我知道 放心吧 柳总 看起来你一点都不紧张 对那个臭小子很有信心吧 彼此彼此 哎呀 你还真敢来啊 藏得还不错嘛 暗杀的技巧倒是有点样子 林兄 哦 念你修行不义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立刻滚出兵海 不要再插手刘志辉的事情 不好意思啊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还真是不错的隐匿手段 差点就中招了 这小子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正好 拿你来试试小兵的威力 嘿嘿 入道奖 什么 不可能 他怎么会是入道奖 大人 我对你是没有恶意的 收人钱财替人消贼罢了 还请你饶我一命 可恶啊 想逃 起来吧 我知道你没有恶意 不过 想让我饶过你的王 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大人请讲 解决掉那个张富贵 这事就怎么算了 了解 林先生 怎么样了 都解决了 什么 我们走吧 好 那张富贵怎么办 有人会解决他的 不可能吧 难不成王云 真被那小子给干掉了 嗯 到底怎么回事 那小子 为什么还活着 跟你有什么关系吧 你 我说可是盗盟执事 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 执事吗 无所谓了 小偷 这边 莉莉 怎么为啥来这里玩啊 这里消费那么高 呵呵 放心 今天有人请客 不用咱们掏钱 啊 莉莉 这边 林先生 你妹妹是在这里等你吗 这里消费可不低啊 啊 没事 你不是才给了我一笔报酬吗 足够了 那些只是治疗小葱的报酬 今天你帮我解决了张富贵的麻烦 我再给你一笔钱 啊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随时联系我 嗯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玩的开心 好 欢迎光临 呃 太热情了 你有点不习惯 凌修哥哥 这边 嗯 嗯 啊 你 你好 我叫吴莉莉 是小童的同学 啊 你好 我叫凌修 啊 这是我男朋友秦阳 是神医陈志宇的弟子 小童 你男朋友在哪高就啊 啊 没什么高就 我也有名一个 啊 莉莉啊 少说两句 说不定这凌修兄弟 家里有深厚的背景呢 啊 是我疏忽了 啊 行了 别猜了 我没什么背景 就是一个普通孤儿 呃 不是吧小童 陈正非跟杨妃条件这么好 你都不要 选了一个毫无背景的孤儿 莉莉 凌修哥哥他 小童 你不懂 找男朋友啊 还是得尽量找有权有势的 再不计 也得有钱吧 你这个 真不太行 呸 各位 玩的怎么样啊 啊 这小子是谁啊 飞哥 听说 他是小童的男朋友 男朋友 喂 你小子 真的是小童的男朋友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是的话 就给我离远点 小童的身边 可不是谁都可以坐的 杨妃 算了算了 来的都是朋友嘛 傻不傻 别在小童面前闹事 啊 嗯 好的 我去准备 这位老兄 我们这儿有个规矩 不知道你听说过吗 哦 什么规矩 嘿嘿 拿上来 啊 来吧 喝过我 才有资格接近小童 杨妃 你干什么 哎 小童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对决 这位老兄 你该不会是怕了吧 来就来 谁怕你啊 雷修哥哥 算你小子有点胆量 等一下 怎么 后悔了 咱们用这个吧 够狂 来吧 这人傻了吧 敢跟杨妃比喝酒 雷修哥哥 你慢点 哼 怎么 这就不行了吗 不行 你小子才不行呢 那继续吧 来呀 嘴别那么硬 费哥 费哥你还好吗 喝酒还挺厉害的 看样子也是经常在外面混的人啊 继续 我还能拼不过你小子 你吐了那么多 我已经赢了 废话少说 你是想逃吗 别想在我面前 你 你想干嘛 雷修哥哥 算了 算了 还真是个十足的混混 小童怎么会找这种男朋友 嘘 你小点声 别被人家给听到了 听到又怎样 我说的是实话 好了好了 大家都继续玩吧 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别扫了咱们的兴 可恶 脑子有点晕 不然 肯定把那小子给打趴下 小童 你男朋友挺能打的呀 是啊 黎修哥哥可厉害了 混蛋小子 你给我等这儿 小童 陪我去上个厕所吧 嗯 兄弟 我劝你最好去道个歉吧 那杨妃可不是好惹的 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真是不是好歹 不好意思 麻烦让一下 小童 我好像闯祸了 你这家伙 我干了些什么好事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哼 这可是我们老板珍藏的花瓶 价值二十万呐 赔吧 二十万 嗯 居然还这么悠闲 真是一个傻子 就等着杨妃报复吧你 啊 小龙哥 这是怎么了 老妃 你别去 没有你的事 快进去 怎么回事 你们干嘛推我女朋友 她是你女朋友 正好 她打碎了我们店里价值二十万的古董 你替她赔吧 二十万 嗯 秦瑶 救救我 快点给钱 不然我就剁了她的手指 对了 还有你 这样吧 你们一个人给十万 好好好 我出十万 你别伤害我女朋友就行 那你呢 有人帮你赔吗 还是说 疼疼疼疼疼疼 二十万是吧 拿去 小童 我们走 你给我等一下 伙计 你好像把我兄弟给弄伤了 这样的话 仅仅二十万可不够啊 我兄弟的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再加上物工费 所有人再给我凑一百万出来 不然的话 今天谁也别想走 什么 一百万 可恶 这小子有病吧 给钱就给钱呗 动什么手啊 这下可怎么办 怎么办呀 秦阳 那个龙哥 我就不用跟他们一起凑了吧 凭什么 龙哥你 怎么不久前还在一起喝酒来着 哦 既然你跟我喝过酒 那就拿五万出来吧 其他的 就不用你管了 五 五万吗 可恶 这个杨妃竟然想自己逃跑 就是就是 杨妃你怎么能这样啊 吵死了 还又不是你们惹出来的祸 管老子屁事 我能帮你们赔五万就不错了 呀 就说这骨个折 就要一百万的医药费 要不 直接让我给你搬回来得了 你小子 快 找死吧你 来真的呀 呀 真是的 吵架就吵架 掏什么家伙 好 好厉害 好强的身伤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呢 你们几个人 跟我一起上 是 什么 想要一百万的医药费 仅仅这点伤可不够 有没有 还有 龙哥 龙哥你没事吧 你 你敢打我 给我宰了他 是 你小子 被得找死 琴颜 他们有刀 刀 刀 秦阳 来 来真的 什么 走 赶紧走 喂 吸药费不要了吗 哇 林兄你好厉害 我就说嘛 他们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这么多男生摆在这儿呢 你刚刚都快下尿了好吗 莉莉 我们快走吧 他们可能还会找上门来 莉莉 你怎么了 秦阳 你的前途是很不错 但是我找男朋友 也是想找一个可以保护我的人 莉莉 刚才你那副样子 我丝毫不怀疑 如果那人拿着刀来到我面前 你会毫不犹豫地扔下我 莉莉 我没有 秦阳 我们分手吧 小童 等等我 莉莉 欢迎下次光临 林修哥哥 咱们过两天就要去省城了 你知道省城有什么地方好玩吗 嗯 省城啊 那里我只记得我外公 其他东西基本都忘干净了 你外公 是这院长的爸爸吗 嗯 是啊 到了省城 先去看看他老人家 嗯嗯 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 嗯 好了 你家大了 赶紧上去吧 嗯 林修哥哥 明天见 拜拜 到省城之后 顺便再找找汪洋他们的下落吧 啊 嗯 那是 白梦姐 嗯 嗯 她被人帮走了 出租车 快 追上前面那辆车 你这是 赶紧的 哦 我懂了 你其实是个便衣 前面那人是罪犯吧 是个罪犯 怎么 你怕了 嘿嘿 怕 开什么玩笑 我可是号称尼古拉斯大胆 坐稳了 嘿嘿 怎么样 够快吧 快是快 不过 你不怕被扣分吗 红灯都闯五六个了 怕什么 帮你们公家办事 我还能被扣分 兄弟啊 其实我不是 我懂 我都懂 你在执行秘密任务 不方便透露身份嘛 嘿 别多说了 你们是谁 究竟想干什么 嘿嘿 这白家大小姐 还真够带劲儿的 大哥 弄死她钱 能不能让哥几个过把瘾 嘿 必须的 咱们可以为所为 嘿 你们不要过来 嘿嘿 真的好水灵啊 我这辈子啊 还没碰过这么好看的女人呢 有没有点规矩啊 闪开 让我先来 好好好 大哥您先 放开我 你们 你们要是敢乱来 一定会死得很难看的 嘿嘿嘿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嘴硬啊 嘿嘿 我知道你们白家很厉害 但你以为我们是毫无准备的就来抓你吗 你们究竟是谁派来的 大小姐 拜托你好好动动脑子行吗 你得罪了谁 自己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哪来这么多话 想死是不是 谁 谁 林 林凶 真不好意思啊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的雅兴了 哪来的臭小子 把他给我抓起来 小子你看到了不该看 只能怪你自己不长眼了 哼 什么 搞定 这 他 他怎么会这么厉害 难不成 他真的比雷叔还要强 这不可能啊 生活要怎么过 绝望的我 放手一搏 或许 无处可躲 千人自我 逆天而活 究竟路上一套都是恶魔 那又如何 雷子星空的微却 竟然放过 一切能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